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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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放大版的人类 所以长相身材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他们人类时期的样子 没有完全雷同的 有五官端正 甚至看起来眉目清秀的 自然也会有毕加所比相的抽象人物画 头发有长有短的 黄色的 黑色的 有胡子的 没胡子的 有大腹扁扁的 也有身材健碩的 有的看起来像保金苍上的大叔 有的就像十几岁的少年 有的头身比例协调 有的就是大头娃娃 同样之处 都是眨着卡兹兰大眼睛 投入出一股清澈的愚蠢 还有那两排牙齿 都是那么的整齐洁白 看得我都羡慕 其实七星种从外表来说 和普通种看不出区别 一样的普普通通 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行动模式 通常种的行为是可以预判的 有路他就会顺着路一直走下去 眼前有人他们就会一直追着这个人 是真正的无脑 七星种比他们就稍微有点脑 会采取特别的行动 很多突发的意外情况 都是由他们引发的 比如会冲撞其他巨人 懂得跳跃飞行 马克波特就是这么 触不及防备吃掉的 有选择性的对人内下手 要眼前的一个还是远方的一群 七星种会选择后者 我看到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之所以会有七星种这个类别 是受到了未来Allen的操控 这种理论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很多时候七星种都起到了 推动剧情的作用 比起通常种 七星种的行为更加怪异 我想大家一定不会对城外那一个 暂自奉效的七星种感到陌生 主要是那些各奔放的跑步知识 恐怖中带着诗诗好笑 随风奔跑自由式方向 这或许是他们的速度 比通常种要快的原因 有的跑步如娇修少女 有的炮着炮着 还是空中转体360度 虽然很厉害 但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用 也有的明明有人类的手脚 偏偏像狗一样试制着地 让我想起发疯文学里面 常用他的扭曲阴暗爬行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挺铁切的 骑行种里面 最出名的应该是罗德雷医师 变身的那个 170米高 长得超巨型的骑行种 身体而视之完全不成比例 过大过重的骑行 导致他只能爬在地面上前行 可能是因为高温 也可能是变身不完全 这个超巨大型骑行种 身上没有皮肤 并且冒着滚烫的蒸汽 当他撑着城墙直起身后 纳克是彻底的坦诚相见 肺腑之言跟布布一样 画一下全部青岛给了城里的居民 纳克别提多壮观啦 凯之巨人 我觉得除了进去以外 最具代表的巨人 获得莱娜的努力 让他收获了一系列的称号 门之巨人 坐之巨人 马来子盾 成为了整部作品中 本是为数不多的快乐泉源 也因此凯之巨人 是对大家来说 最熟悉的九大巨人之一啦 玩笑说完回到正题 莱娜的凯之巨人身高15米 体型壮作贱如磐石 全身都是非常结实的肌肉 身材比例堪称完美 坚硬的铠甲代替了皮肤 覆盖在肌肉外面 其实就是身体硬质化特化 老实说乍看上去和钢铁虾还挺像 那张覆盖着铠甲的脸 只露出两只发着光的眼 感觉还挺酷的啊 除了各处关节为了方便活动 没有覆盖铠甲外 从头到脚可以说是严防死守 当然这些铠甲 它是可以随行拆卸的 卸掉一部分的话 就可以在行动中提升速度 硬直化让凯之拥有了极高的防御力 成为对手非常头疼的存在 要触动反巨人野战炮 才能压制它 还有无剑不吹的攻击力 要不然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对门宝具呢 其实莱娜的凯之 还有一个超帅的不完全形态 在马来遇到Alan突袭的时候 为了救恶具 莱娜又爆发了一波变身凯具 嘴角两侧没有开裂 更接近它人类的样貌 身上覆盖的铠甲变少了 分布更零碎 大量一直画的尖刺像花一样 绽放在凯之间中之类的各个关节处 防御力肯定比不上完全体 可谁叫它帅呢 莱娜还一直获得了新称号 帅之巨人 莱娜之前的凯具只出现过一次 是被Alan召唤出来的 这个真的要说一句前方高能 密集恐惧症者退避 我不知道你们接受能力怎么样 至少我当初看漫画 真的不试了一下 它和莱娜的凯具完全不一样 全身布满了硅甲装的硬子袜 大大小小密密麻麻 让我想起了神奇事侠里面的石头人 禁忌的巨人和凯具命名上有些不同 它并不是以巨人身上某种特征来命名 而是用这个巨人所象征的意义 无论在任何时代 都在为了追求自由而不断的前进 是为自由而战的巨人 因此它叫做禁忌的巨人 Alan是禁忌的巨人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 也都很熟悉的啦 但除它以外 故事中还出现过好几个不同的禁忌的巨人 先来看Alan版本的 身高和凯具一样 但相比之下身形更加纤细 也可以说是更灵活 纤细归纤细 那肌肉分明的身材 一看就很精壮 很有爆发力的样子 头发比Alan的要长 眼睛是绿色的 精灵耳朵 最显眼的是那一张裂到耳朵根的大口 没有嘴唇 不张嘴的时候 像是有六排牙 从侧面看还是有点可怕的 在Alan之前 禁忌的巨人拥有者是他父亲 大家应该都清楚 Alan的禁忌并不纯粹 是掺杂了此组巨人力量的 从格里莎往前才是百分百的禁忌 格里莎版本的禁忌巨人 和Alan的有着不小的区别 最明显的就是毛发旺盛了很多 浓密的长发烙筛服 甚至还有胸毛 那个魁梧的体型 我觉得是可以和凯具比一比的 绝对是不遑多让 他的眼睛是紫色的 虽然也没有嘴唇 但嘴巴是正常大小的比例 所以就显得没有Alan那么夸张 但看脸和普通人类差不多 只有耳朵 两副只是一样的精灵耳 作品中我们已知道的第一任 竞技的巨人 也是Alan 当然不是我们的男主角 他是格里莎的恩师 Alan 克鲁格 代号是肖 他的近距可以说是令人中最帅 也是九大巨人中长得最正常的 身材样貌几乎完全根据克鲁格本尊 复刻出来的 除了那双帽绿光的眼睛 我本以为金里尔是近距的一大特征 但看到克鲁格的近距的耳朵 或许没有嘴唇才是近距的特征吧 没记错的话 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智慧巨人 就是超大巨 超大型巨人 那一天 人们终于想起了被巨人支配的恐惧 九大巨人之中体型最巨大 动作最迟缓的巨人 足有60米高 而墙里面经过改造的无垢巨人一样高 这里要再提一下 虽然墙里的超大巨 和九大巨人中的超大巨长得差不多 但那些始终是无垢巨人 和真正的超大巨是不一样的 贝尔托特的超大巨 双腿粗壮 双手细而长 上下身一样宽 远看就像一算巨大的门板 相比身形 超大巨的脑袋显得格外小巧 但却有一排长长的牙齿 那转眼神差点就裂到耳朵根了 超大巨的身体没有皮肤保护 全身的肌肉组织 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听起来很危险很容易受伤的样子 但完全不需要替他担心 因为超大巨的身体 可以通过消耗肌肉释放超高温的蒸汽 一般人连靠近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蒸汽再加上他通红的体表 就像刚刚煮熟 从锅里捞出来的 说完了贝尔托特版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阿米的超大巨 又是什么样的形态 其实阿米这版的 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除了依旧没有皮肤 依旧身高出众呢 其他的或多或少有了改变 首先体型变了 雾水主人形 这个超大巨肉眼可见的瘦了非常非常多 对比贝尔托特的超大巨 简直可以说是营养不良 腿都快要跟手臂一样细阿 大概就是喷蒸汽喷了一小时之后的样子 特别露骨 脖子上都没有肌肉了 都能直接看到颈骨了 还好巨人的弱点在后颈项 不是前面 身体两侧的肋骨都全裸露在外面 这种肋骨完全不存在气质可惜的问题阿 脸型也变了 方脸变成了新型脸 耳朵和鼻子消失了 但人中和嘴唇出现了 好像伏地膜阿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总觉得这款的表情 比贝尔托特版的要悲伤 难怪有个别名叫痛苦面具了 女巨人不是对巨人中某类性别巨人的范畴 而是特指那个九大巨人中唯一的女性巨人 那理所当然 她身上最大的特征就是有五派 安妮的女巨人 身高在九大巨人中不太占优势 比竞技还矮 只有14米 不过体型匀秤苗条 凹凸有致 官方透露女巨人的三维 是860 660 860 看似谦适但不是力量感 更何况这个女人是真的很能打 完美继承了安妮身上所有有点 金色的头发 蓝色的瞳孔 和安妮极为相似的五官脸庞 九大巨人中最好看的一个 她的皮肤虽然只覆盖了一部分的身体 但脱落有致 倒像是一件设计别出新彩的战斗服 在Alan召唤出的巨人巨团中 我们有幸见到了以前的女巨人 好像都是这种极尖的长发 身材体型感觉和安妮的女巨人相差不大 主要是脸 看起来更粗广争灵些 安妮呢 有了前辈们的衬托 就显得更温柔点了 二字巨人 在九大巨人中 一向都是体型比较矮小的 手长脚短 连我性最好 历刃的二巨 不管形态上有什么变化 唯一不变的就是那幅巨大的上下二 还有锋利的牙齿 不然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核桃夹子 按照先后顺序来排的话 马赛是一次的第一个二巨 身材矮小惊悍 有一颗很大的脑袋 黄眼睛 头发和胡指都是黑色的 脸部和爪子都进行了硬直化特化 看漫画的时候 看到她嘴巴出巨尺形的开口 还以为她是没有嘴唇 没想到是牙齿外部的硬直化法库 其实真正的牙齿藏在里面 这就相当于有了两成牙齿 或枪大炮都能轻易咬碎 第二任是尤米尔 她的二巨形态和无垢巨人时期的形态 几乎没区别的 黑发黑眼 身形瘦小 身高六七米的样子 大概是停留在无垢巨人形态太久了 在变成二巨后 她并没有出现硬直化面具 感觉这应该是二巨必备的 我留意过被召唤出来的二巨 都是有这么个面具的 所以尤米尔属于特例 她只是身体变得更壮啦 牙齿变成了利齿 她是真的没有嘴唇 整个五官组合在一起呢 有点惨不忍睹 但凡有人类形态的一半颜值 也不会被评为最丑的二巨人 波尔克是马赛的弟弟 在吞掉尤米尔后 才为了新的二巨人 应该说不愧是兄弟嘛 两人的二巨形态非常相似 只不过是嘴巴大了点 头发和胡子的颜色变成了黄色 也更浓烈一点 看起来她的体型只有近距一半的大小 两个巨人打起来 就像老父亲在打上串下跳的儿子 法科的二巨最帅啦 因为可以飞 应该是因为她喝了极客的体髓液 体内有了受惧的力量 所以在成为二巨后 她就兼具了动物的形态 全身都布满了羽毛 有翅膀还有鸟内的爪子 硬直化的脸就如巨大的鸟会 张开后是两排巨翅 不过里面还是人类的口鼻 如果从远处看过去 法科的二巨好像一头金头冠 车离巨人 九大巨人似逐步行型巨人 拥有超强的续航能力 故事中正是出厂的车距 就只有皮克这一种形态 拥有一头黑色短发 中色的眼睛 体型精小 完全没有表现出皮克的女性特性 如果她没有恢复人类型态 我还以为本体会是个男啊 皮克的车距嘴巴很长 你们有没有觉得 如果可以给她的脸硬直化一下 和法科的二巨还有点相似 长长的脸就像马一样 嘴巴很大 从侧面看的时候 总感觉她笑得很慈祥 其实早期的车距身体脸型 马的特征更明显 简直是马南波杰克转世 现在算是种进化吧 越来越接近人类形态的特征 但我怎么觉得 还是以前的更好看呢 是马南滤镜发挥作用了吗 我真的很怀疑 为什么车距没有获得皮克小姐姐 一点点的颜值加成呢 每次看到兽巨 我心里徒手复杂的心情 她们存在成就了冰掌砍头的冥场面 同样如果不是她 也不会出现那么惨烈的场面 明明展得像只巨大的猿猴 为什么不是猴巨而是兽巨 因为这个形态并不是固定的 她指的是具有动物形象的巨人 就像我们开头说的 她的形态是取决于拥有者的 所以兽巨应该是形态变化最多的巨人 作品中最早登场的兽巨就是极客 除了前腹后背 她的身体都是被冒险的棕色毛发覆盖 上半身要比下半身更长 双臂差不多能触地的长度 样子很像猿猴 不对 应该是发狂的猿猴 双眼冒红光嘛 比起极客的人类形态 只能说她这兽巨的身材管理 做得很不到位 龙种和腹肌既然能杂柔在一起 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好有违和感 啊 对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极客的兽巨也有Alan同款的精灵耳 猴子是猿的耳朵嘛 所以 会不会是猿猴形态的一部分 难道这个特征 其实是格里莎他们家族巨人化的特征 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极客的应付汤姆 是上一顿的兽巨 形态和极客完全不同 她的兽巨是羊的脑袋 在人的身体 头上还有对鸡脚 我想到个比喻 吃了人人腐蚀的山羊 此外 作品中还有出现过 牛头人形象的兽巨 还有看起来像长颈鹿的 像大象的 运气好的话 要是得到鹰啊 一龙子类动物形象的兽巨 连飞行能力都能具备啦 战锤巨人一直都是属于戴霸家族的 很少出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知道最早出现的战锤巨人 就是拉拉带巴 她的硬直化能够用来制造 巨人规模的武器 常见弓弩地刺 估计是最喜欢用武器的巨人啦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吓一跳 她不应该在梦幻岛养孩子嘛 怎么跑来马来啦 嗯 言归正传 战锤巨人和其他巨人有很大不同 变身巨人后 本体不在后颈巷里面 而是会有一根管子和硬直化水晶连接 拉拉就呆在水晶里面 躲在巨人体外的任意地方 战锤巨人目测要比战锤更高一些 没有出现明显的女性特征 虽然也是瘦弱惊悍型的 但身心没有战锤那么魁梧 她的全身都被白色外皮包裹 隐隐处处置露出半长脸 我有预感 假如她的面罩能摘下来的话 一定很漂亮 后来看到Alan召唤出来的第一代战锤巨人 我心里很疑惑 神秘感是战锤巨人的基本吗 个个都带着假面 全着的半着的 没有一个以真面目世人 都说巨人的形象是拥有着相像的投射 难不成代巴家族的人 都把变身巨人当奥特曼了 和竞技巨人一样 始祖巨人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它的内涵 有史以来第一个巨人代表了巨人的开端 九大巨人中最强的存在 所有巨人都是由它分化出来的 第一任始祖巨人是尤米尔 大概要有一两百米高的样子吧 金色长发 体型极其庞大 但非常销瘦 比皮包补还夸张 因为已经包不住了 肋骨都直接戳破身体 裸露在了外面 就更不要说脸了 完全就是骷髅头 不过她是一点没有耽误身体发育 这样一来 女巨人就不是九大巨人中唯一的女性了 卡尔弗里茲 是第二任始祖巨人 和初代差不多的形态 但明显强健的不少 至少骨头已经全部被肌肉给包裹住了 虽然还是比较突出的样子 有点像鸡蝗儿童 明明瘦得胜无二两肉 却还是个扁扁大腹 双腿看起来也更出壮有力了 再加上千细的双臂 充满了不协调感 地下位就是无力蕾丝 虽说她在故事中 展示过属于她的始祖巨人 但并不是完全体 只有半个身体而已 还能看出什么特点 不过从近乎一撇中 我觉得这版始祖巨人 长得应该和物力蕾丝挺像的 再根据进化论来说 完全形态的物力蕾丝版始祖巨人 体型体态都会比以前几任更好 弗里达蕾丝版的始祖巨人 也说明了进化论是正确的 外星和弗里达非常相似 身材曲线格外抢眼 一头黑色长发 紫色的瞳孔 这里值得注意一下 紫色的瞳孔 只有拥有王族血脉的人 继承始祖巨人后 才会出现 还有明显的五官 不过就是因为发怒 显得有些真灵凶残 身高没有找到明确的素质 不过至少人知道 她是矮于格里山的进去的 你们如果有人能找到 确确的资料 欢迎在留言区补充啊 Alan其实很早就已经 从她爸那里得到始祖巨人之力了 但她并不是王族血脉 所以一直没有展现出始祖巨人形态 直到Alan得到了尤米尔的认同 发动地零后 我们才见识到Alan的始祖巨人 有一说一一 Alan这个形态是挺一言难尽的 但也最接近最初进入 尤米尔体内的巨人圆形的 头以下全是腿 背上全是骨刺 我差点以为她是没有头的 除了仍保持着进去模样的头 也不能说保持着进去的模样啦 真的认不出来啦 只是下巴的皮肤变成了嘴唇 说她60岁我都信 此外身体其他部分 都是由骨架组成的 整个身体长达千米 高度也得有两三百米的样子 看看超大剧 在她面前都变成小朋友啦 所以相比下半身千足武功般壮观的骨架 别说头啦 整个上半身都可以忽略不计 在巨人这部作品中 每个巨人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戏份 之所以让故事引人入胜 就当巨人是必不可少的点缀 今天为大家盘点所有巨人形态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了本期影片到这边已经差不多啦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让你的说法知道我是有在工作的 我是梦想教 我们下期见